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做出来的青线椒更有辣味 最后切成碎丁 放入盘中待用 小米辣去掉跟径 然后切成圈 放入盘中 搭配一些小米辣做出来的菜颜色更好看 碗中倒入三颗鸡蛋 搅散 加点食盐和水垫粉 搅匀待用 锅中不用放油 放入辣椒 炒出辣椒的香味 加入一点食盐翻炒 这样辣椒更爽脆 炒出香味以后 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把鸡蛋液倒入盘中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倒入鸡蛋液 辣椒 先煎至定型 里面定型后 放一面 继续煎 加一点生抽调味 然后大火翻炒 加点香醋 去腥增香 继续翻炒 一分钟以后 关火出锅 装盘即可使用 一道美味的辣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香辣开胃 好吃又好看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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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